这绝对是一则震碎三冠的官宣 近日一则名为奥利资本公司彻底火了 情是其向投资者发布了一则公开跑路的声明 中国农历元宵节当天奥利资本创始人其洛在声明开篇表示 自己已经身在东南亚与小女友一起生活的很好 而且利用诈骗得来的资金开始了新的生活 其嚣张表示目前所在的国家和澳洲没有引渡条约 更扎的是其洛不仅骗了众多的投资者 还将妻子女儿当作诈骗的妻子 跑路之后将妻女留在国内一无所有 然后他高调宣称自己已经跑路了 并公开承认奥利资本推荐的蓝筹股 王金以及氢能源项目都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看到这里相信奥利资本的投资者已经是心如刀割 但更令人气愤的是其洛的嚣张气焰 其在声明中表示所有投资人的钱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 在前面的三年时间所有的高端消费 顶级套房爱马仕卡迪亚奢侈品的钱 都来自于投资人的辛苦付出 这位猖狂且可恨的骗子在信中表示 这场骗局的背后对某些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但是对于一些人可能是倾家荡产 在声明的最后他还不忘安慰投资人 人生就是这样不经历风雨怎么去成长 人生短短几十年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钱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只要人海在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当下最好的投资就是不要瞎投资 投资自己投资后代加油不要灰心 都班这封信简直是刷新了三观 都2023年了竟然还存在如此猖狂的金融骗子 而且还抛弃气女洗钱诈骗说的是如此的理直气壮 打电财经在奥利资本的官网找到了这位骗子的照片 衣冠楚楚的正装之下显得更加浮夸虚伪 官网给出的介绍是自2000年以来 其落积极参与中澳数百个进出口贸易和澳大利亚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 并成功帮助多家公司进行了IPO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投资基金经理 在亚洲商界拥有极其广泛的人脉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位如此猖狂的骗子背后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 看现在经打开奥利资本的官网发现 这家公司的总部设立在悉尼的创新中心 关于公司的经营业务并没有太多的介绍 因此国内的工商系统查询不到该公司的详细的资料 官网挂出的公司高管团队仅有两位 其中一位便是上文介绍的抛弃器女骗子齐落 另外一位是外国人名为David Carford 担任公司的股权投资经理 或者管理Early in George基金的研究 其官网的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绍绿色能源 正在建立投资平台帮助其他人投资未来的燃料 同时官网宣称公司已经加入澳大利亚 机能委员会的企业会员 官网的投资项目列表当中仅有一个投资项目 就是奥利机能基金 投资目标是澳大利亚机能源股 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和商业机会 宣传称潜在的收益回报为每年15%至24% 而且没有锁定期每月可以封红 另外在知乎平台上依注册ID为 Online Capital的账号显示澳利资本是一家总部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精品投行 专注于企业募资上市发行并购咨询 基金管理和投资管理等领域 同时免费为用户提供业务咨询 或者是订阅澳洲股票最新的信息 通过上述信息 大致可以得出这是一位设立在海外的投资皮包公司 利用这几年最火热的新能源概念为噱头 吸引投资者入坑 同时澳利资本还搞了一个名为Online Web的APP 宣传口号是专为华人定制的中文炒股的软件 助力华人投资者在股市乘风破浪 因此可以得出这是一个打折新能源旗号 专门跟华人的金融骗局